屆二十號修憲委員會處理投票年齡 降低到十八歲議題破局之後 藍綠兩黨的戰火 延續到二十一號修憲委員會 處理不在籍投票制度 對於不在籍投票範圍 是否包含中國大陸地區或海外僑胞 朝野立委各自表述 民進黨與部分國民黨立委都傾向 將不在籍投票範圍縮小在台澎金馬 如此一來爭議性也比較低 但不在籍投票是要以修憲處理 還是修法處理 朝野意見明顯不同 憲法裡面規定選舉方式裡面的原則 只有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 除了這四個以外 不在籍的精神 是不是也可以跟這四個一併來做討論 至於不在籍用什麼方式來落實 來呈現 那應該是可以用法律另外來定資 民進黨強調不在籍投票方式有通訊投票網路投票移轉投票等多方技術可以討論 因從制定法律來訂定相關辦法才較為適宜 雙方各持己見 記者亞夢大規定立法院採訪報導 整理 社交主任 被調査 因此 已 此